外交部長吳釗燮接受澳洲媒體專訪 呼籲澳洲派五官駐台共享情資 還說美國 日本 新加坡都有派 五官是現役軍人 要負責處理軍事外交任務 吳釗燮這時要澳洲派五官駐台 代表什麼 就是說國家危機的時候 需要外國的軍事援助的時候 才會主動去希望人家派五官過來 對台灣的工商業經濟發展 是一個極大的打擊 等於他認證了台灣是屬於 兵收在尾的地區 所以才會做這種絕望之舉 讓澳洲軍事上的支持 蔡政府急著要澳洲五官駐台 教育部現在還拋出 要南大盛只讀三年書一年去當兵 為了當兵少念一年書 專家炮轟 蔡政府要不要乾脆叫年輕人 都不要讀書通通去當兵 念書幹嘛呢 趕快當兵才符合蔡英文 這些人的利益 證明在蔡英文 包括他那個教育部長的眼裡 就是國家的炮灰 不是國家的棟樑 書可以不念 兵一定要當 我建議他乾脆 念一年書 當三年兵算了 美國爸爸更高興 是不是乾脆把大學學制 全部改成三年算了 今天民進黨為了他的選票 他不敢講說他恢復徵兵制 可是他實際的作為 就是徵兵制 執念三年書的 給十二萬補助當獎勵 念四年的學生 要自己打工付學費 再當炮轟 蔡政府延長兵營一年 根本是大危機 同時搞死 台灣國防跟教育 記得大學四年 並不止只有台灣這樣 全世界都是走這套制度 蔡政府他不食人淹淹火 我很清楚 沒有四年念不完的 跳投民進黨 青年要上戰場 一年的時間 就認真去訓練 準備上戰場 空比較有彈性的 休課的機制 不是要求每個學生 一定要以這樣的方式 來進行課業的休息 要其他國家派無關駐台 又要大學生少念一年書 去當兵 難道看著青年拿步槍上戰場 才是執政者對國家最大的夢想 記得張家銘 李一璇 台北報導